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ni 歡迎來到一本香港書展優先場 這位是我們今天來的作者梁京偉先生 他寫了半億紀勵院的書 這本書用了很多收創 去講勵院的歷史 包括一些教育照、入場券等等 現在這裏都賣了很多豐富的收創 其實想問回梁京偉先生 你當初為何會有這個意思 去收創一些關於勵院的問題 其實說說收創 說得好像很隆重收創 但事實上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其實我是在一些懷舊店 看到一些舊的相片、紙張 覺得很有趣 其實因為我都喜歡雜郵 可能也有些關係 雜郵和收創有些關係 開始對於紙品的東西開始注意 慢慢慢慢除了雜郵、郵票、明信片、相片 甚至是一些車票 我也有興趣 已經很業餘地做了一個收創 但實際上是很業餘的 就像草公仔紙一樣 最初的概念來講 完全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要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或者搶救某些文物 不是的 有一次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是在一間懷舊店 店主就告訴我 梁Sir,我這裡有一個歌曲 裡面是全部都是禮院的東西 然後我說,不厲害 然後我打開歌曲看 大概20元左右 有些照片、有些車票、入場券、 有些紙本的宣傳、單章等等 但實際上是怎樣? 她說是禮院了,我不懂 因為我對於禮院的印象其實是很模糊的 而當時來講是九十年代尾 計一計我入禮院有多少次呢? 我想大約是兩、三次左右 而兩、三次都是禮院在八、九十年代時期的禮院 我的印象是那個時期的 對方說是怎樣? 裏面全部是禮院的 接著我看,糟了不懂 這裏有隻船、那裏有一隻艇 這裏有些是遊樂場的東西 但是,是嗎? 因為當時來講,同期其實都有很多遊樂場 例如啟德、海洋公園、甚至是荃灣 也有的,叫荃灣遊樂場 那些物品、設施其實都很相似 大家都一定有摩天輪、旋轉木馬、丁丁船 一定有的 所以,每一張照片都差不多 他又不是看到那麽多背景 或者一些標誌性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他 甚至對方說是怎樣呢? 你細心點看,有兩張照片是我的 接著他說,算了,我也不要了,我還給你吧 我印象很深刻的時候 他就好像是,我買了家當了,算了 他又不是要求索價很貴 我又覺得頗有趣 因為對於這個題目 雖然我印象很模糊 但因為跟我自己其實也有少少關係 為何有少少關係呢? 要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怎樣呢? 一看過年份就穿布了 知道我幾歲 是六零年 我在圖中的其中一個分子 有一隻大象 有四個小朋友 最小最小的那個 是被我姐姐抱住的那個就是我 這個象不是真象 是一個影相板 所謂影相板是怎樣呢? 是一塊,可能是木的板 柔了,成形象 怎樣可以騎上去呢? 就是後面一定是有一條梯的 一條梯爬上去就可以 坐在上面之後 就好像真的在一隻象上面 那誰幫我拍的呢? 我當然是爸爸 當時來說 我爸爸就是記錄了一張照片 那後來我問我爸爸 我說 去麗園玩 為何只是拍一張照片? 是呀,有很多設事 不知為何 其實來說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只是玩這件事 雖然說不用錢而已 是吧? 入場見也要的 是吧? 其他那些什麼丁丁船 旋轉木馬 或者摩天輪 怎樣都會玩一下掛 那他沒有答我了 但是就是 在我的藏品裡面 我想我麗園的第一張藏品 就是這一張 就是我爸爸親手拍的一張照片 我想是個淵源就是這裏 再加上剛才我說的 就是在一個懷舊店那裏 我越來越有個店主 他說出售 連他自己的文物都出售 給我的一張照片 就開始了 是怎樣呢? 是我去探索 麗園究竟是什麽 可能我會再說 OK? 這個是你開始搜集 麗園藏文的起點 你之後都會繼續開始 慢慢收集到一本書 還講完四代麗園 例如是由1948年開始 這本書就包含了1948年至1950年 1950年至1962年的第二代 之後就是去到香港人比較熟悉 你有沒有圖畫成本大梅的 去到1967年結業 你要整本書講完整個歷史 那你是怎樣找到所有的藏品 去拼湊整個麗園的故事呢? 即是中間會有什麽困難 或者有什麽不同 你說得對 拼湊 於是乎怎樣呢? 有很多人就說 玩這些收藏 就好像砌圖那樣 那個砌圖都是什麽呢? 都是砌砌砌砌砌砌出來的 我心想 其實砌圖 是比較容易相對的 例如說是怎樣呢? 有一幅圖 有一千粒砌圖都好 但那些砌圖都很小 而那幅圖來說 你一定是對著那幅圖 已經完成了圖 然後也是對著那一堆 一千粒的散修修的拼湊 然後慢慢慢慢 假意時日 兩天不行 三天 三天不行 那些耐性一定可以 是吧? 那如果是玩我們的收藏 那你會發覺是怎樣呢? 那個砌砌砌砌 只是適合了一半 它真的要砌砌 但問題就是 它不是放在我們面前 是吧? 那慢慢玩 等於剛才我說的 就是那個店主告訴我 這裏就是我整個album的東西 二十多張東西 但是我拿起手 糟糕了 如果你說麗園是有三代的話 我也不知道屬於哪一代 是吧? 還有什麼年份 於是就是怎樣呢? 拿了之後 其實是初初有少少後悔 但是媽媽又發覺 其實問回自己 為何我會要呢? 就是因為真的很美 很懷舊 就是有幾多 例院早期的一些設施 放在裡面 剛才我說的是 有些船 有些艇 很鬆一點 是的 那些船的艇 就是 說你不相信 當然 這個就不是album裡面 初初裡面的 album裡面的照片 就是小小的 這個是我後期來說 也很不小心地找到的一些照片 這個就是我說話是怎樣呢? 好像即傳的一些設施 實際上是一個舞廳 或者我待會再說 好嗎? 於是我們是一件事問自己 我要問究竟麗園何時開幕 是嗎? 於是 於是 當然我這樣問 當然我手上有些東西 首先 我有這張 其實很漂亮 因為 其實我 提問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一個白箭牌黑口膠 紅綠 紅綠互補色 很漂亮 其實重點當然是 我想說 不是什麼紅綠互補色 就是說 開幕七周年紀念 就是 就是那個年份寫著一九五七July 即是很簡單 如果我只有這一張的話 我對於開幕的那個年份 是完全沒有原念的了 這樣便是一九五零 是嗎? 七周年 一九五七 那就衰了 多了幾張之後 發覺 有時的事情來講 不過應該這樣的 沒有理由來講 就這樣判斷 就是它對的 多幾件事 多幾個懷疑才好 那些真相才會慢慢走出來 於是乎我又有另外一張 這一張 亦是荔園送出的一個紀念小冊子 開幕是 21周年 年份是1972 那減一減 那減一減 那便開幕是1951 啊 糟了 多了一年 那怎麼辦呢? 那都以為 不是50 就是51 那 怎知道 到荔園來講 它結業 1997 它是怎樣呢? 是送給入場的人士 就是這個紀念品 就是有些說法 就是什麼送? 要付錢的 就是這個我不管它 有人說要30元 那它寫了一個年份 在這裏 就是1949至1997 那於是乎 又多了另外第三個 是開幕的年份 1949 那於是乎 糟了 那越吵越吵 那這些年份 是越來越吵架 一是49 一是50 一是51 那怎麼辦呢? 那我想是 反而這樣是一個 有趣的地方 好像在查案 是的,沒錯 好像真的在查案 找一些蛛絲馬跡來講 後來就怎樣去驗證 那些全部錯的 是哪些才對 於是乎是怎樣呢? 又不要看我這麼幸運 好像桌上有很多東西 又不知道經歷了多少 多少時日 三幾年之後來講 不小心是怎樣呢? 找到一張報紙 說叫一報 中國 中華民國 37年即是1948 5月22日 5月22日 有一段的宣傳 就是荔枝園即日開幕 然後覺得荔枝園和荔園都很相似 是不是就是荔園呢? 其實都是質疑的 如果是的話 那些就錯了 那意味就是 於是乎這張報紙又有另外 一些地方有說到 荔枝園是怎樣? 荔枝園就是荔枝園 即是荔枝園就是荔枝園 是等於荔枝園 那又像 真的荔枝園 今天開幕 這樣 那麼多幾張 然後呢 我又找到 第二天的報紙 它又說荔枝園是開幕 就是說真的開幕 再找到一張很殘酷的 今次不是叫荔枝園,是叫荔園 1950年6月30日,明天起,全部開放 即是七一 荔園是七月一,全部開放 今次是荔園,為甚麼呢? 之前是叫荔枝園,現在是叫荔園 於是怎樣呢? 那個荔園愈來愈大 直到我很幸運,又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光陰 其實也不要看得很慘,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只有一個玩笑 其實心態來說是怎樣呢?尋寶,你想想多開心 出之來說,尋到也很開心 因為尋的過程中,很有趣,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找到一本這樣的雜誌叫做《東風》 就是1948年5月29日 裡面有甚麼呢? 裡面有一個放大了的廣告 麗芝園是南中國唯一近代巨型遊樂園 原來真的麗芝園是一個遊樂場 已經開了幕 於是我開始斷定的日子 應該就是剛才那張《華僑日報》 1948年5月22日 陰芝園那些人來說,可能是守民之悟 或者可能是後人來說,資料有些錯漏 說起錯漏,其實我有差勁想說 好,我起初來講就會覺得 甚麼是這樣的? 其實麗芬園,畢竟是她自己經營 都會錯的,起初我會這樣說 但馬上馬上馬上發覺,真的不是的 自己寫一本書的時候,都錯到飛起了 錯到寫以為很通信 很多東西是對的 但你猜不到來說,一改再改 改了三多次 到最後來講,都還有要改 所以其實來講 我想這件事是 其實錯漏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要改 我想我們收到這樣的訊息 好了,另外一樣是怎樣呢? 好玩的就是 在她的歌曲 即店主的歌曲 我看到有些不知她是甚麼的 她說是麗園 她說是麗園的話 是個停 但是怎麼看那些線索 去斷定她一定是麗園呢? 完全沒有的 接著她的背面 我希望有些中文字 說麗芝園或者麗園 也沒有的,有個年份 37 37 37 又是另一個年份 嚇死了 37 5月23 其實呢 以前的人很喜歡是怎樣呢? 前面這個年份 不是用西令 是用中華民國 37 即是說這個呢 就會是1948 而那個月份 就是5月23 即是說 正正呢 如果這個 我推斷是沒有錯的時候 5月23 就是剛剛開幕第二日 那些東西很新正 這個是一個 在湖上面的一個 湖心亭 好了 但是都是斷故而已 是不是? 啊 又很幸運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去玩收藏 或者去發掘一些東西 千萬不要心急 還有我覺得 放心 那樣東西來講 好像 雖然我不是教友 嗯 但是我又覺得 有些 有些智慧是對的 你尋找就尋見 是吧 那所以呢 就是 你慢慢找吧 不用急 口授的過程 又找到一張這樣的相片 那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呢 這次多了點東西 那就是剛才那個艇 左下角多了三顆字 那三顆字呢 那就是 真的要用一張 大一點放大的來看 勵之圓 那這次呢 就是說 Bingo 就是我猜是沒有錯了 那就可以斷定 這個呢 就是 勵之圓 那勵之圓呢 後來我再去找一些資料 才知道 原來是屬於第一代 那就是說 那個年份來說 應該是屬於 400到50 的一個景象來的 那它屬於 在一個湖裡面的 一個叫做 胡心亭 那好吧 那如果不相信的話 就剛才我說 我很幸運 我找到那本 這本書 這本書 除了剛才有一個廣告之外 原來有一張 當然放大了 那張圖 就是這個艇 就是一個很大的湖裡面 其中一個艇 那就告訴我們 這個勵之圓呢 除了有一個艇之外 有很多設施 這些這樣的 都可能不是機動 是人動的 可能是 就是一些遊戲 有很多糧艇 有很多糧艇 第一代 主要都是圍繞著 一些水上活動 然後對於一些水上活動 我又很幸運 我又越來越找到很多東西 找到一張照片 剛才我說 又有艇 又有艇 又有甚麼 又有船 這艇 看上去是沒有記 初初也不太覺得是很特別 原來在一個很暗的位置 艇的後面 寫著麗之圓 原來當時麗圓 麗之圓 原來是可以由麗圓的圓內 就是爬艇爬出去的海灘 好像有一條canal 這張厲害 接著 另一張題外畫 我又找到一張這樣的照片 這張艇 寫著酒店 接著再看 1947 1947正正就是 我本書那裏有寫的 1947年剛好是麗之圓的前身 就是 有個叫做麗之國酒店 其實都是同一個主人去興建的 當然我猜而已 有酒店兩個字 但背影又真的像是麗灣的 這個是有待的 剛才我說為何差開 我只不過是 尋找的過程裏面 其實我都要嘗試來講 就是猜一下 是吧 我希望有一些日來講 是猜中 就是說 實際上這張很可能就是 是麗之國酒店的一些設施來的 其實因為真的太少資料 只可以來講 有些東西 憑那些少許資料 還有憑那些少許自己推斷 還有估計 去講一些某些事實 這個希望可以 由朝日來講 我講的東西又不同了 其實剛才我講的就是 重點來了 那艘船 那艘船你會發覺 我初初看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 其實是兩張在一起的 兩張在一起 然後對方告訴我 是麗園來的 然後我說 麗園爬艇我相信 但有一艘船 像航母艦一樣 那樣要做什麽呢 因為當我 因為當我 但現代得來 有些儀器 儀器就好像是怎樣 它的結構 看來來說 很厲害 被人覺得 但是再細心一點看 好像是模型 模型就是為什麽 因為面前那些 所謂石子 好像石子鋪上去 鋪得不漂亮的那些 那些 那種感覺 是讓我覺得 但是實際上 後來看那些資料 原來當時來說 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是一個很豪華的地方 來的 後來是 確認了 是真的 水上母艇 是屬於第二代 因為第一代來說 是沒有的 第一代 你會見到湖那裏 只有一個艇 而第二代 是怎樣 就是在湖那裏 出現 重一聲出現了 一隻這樣的 航空母艦 然後問 那那個艇呢 那個艇 也很漂亮 消失了 後來又很幸運 是怎樣 所以 黃天不負就是有心的 又找到一張 哇 我都說 這個真是印象深刻 為何都會落到我手 因為我肯尋找 我找到一張這樣的圖 我把它說成那個時期 應該是屬於五零到五八 為何這樣說呢 五零就是第二代的開始 但五八其實第二代未完 為何我叫五八呢 因為你會見到 這艘船 這艘船 即水上母艇 是在湖那裏 但在湖裏 這方面來說 在我一些資料那裏 你會見到 就是 初頭叫水上母艇 五百年 即是由五零到五百 都是叫水上母艇 即是在湖裏 但突然間 突然間 即是 一則廣告 他說仍然有個叫母艇 不過叫做麗苑母艇 改了名 後來也看多些資料 也看多幾張照片 已經發現 是船人在那裏 但水抽乾了 所以 可以斷定 這張照片 一定是橫跨 五零到五百 不會出這個五百 因為五百 打後來講 已經是抽乾水 所以 水上的活動 開始越來越少 那艘船 那艘母艇 已經是陸上的母艇 除了 他給我一個 這樣的答案 剛才我講 就是 一個艇去哪裏 我就用 放大鏡 當然不是很大的 是一些很微距的 去看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船 船尾 船尾 不知道為什麼 它沒有封 我一照 看到 原來 船尾露出的部分 就看到一個塔頂 即是說 這隻水上母艇 實際上是怎樣 是包住了一個塔 包住了一個艇 包住了一個艇 而是沒有搬走 那個位置就是那個艇的位置 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發覺 早年是第二代的一個 整個格局就出來了 那個格局都精彩的 其實這個就是 旋轉木馬 這個就是摩天輪 它以前不是叫摩天輪 它叫飛艇 旋轉木馬叫飛馬 這個就很厲害 噴火機 甚至轉的時候 我猜會有高高低低 在不同的角度走動 另外也很厲害的 就是有兩個露天劇場 旁邊的那些可能是攤位 還有其他一些環椅的東西 有少少是動物園的 這個正門就在這裡 很容易承認 因為這個正門來講 這裡會見到是兩條柱 那時候是兩條而已 我們稱為平堅柱 這一張我得到之後發覺 有些謎團開始解開了 令我好像覺得 原來麗園第二代來講 原來跟第一代很明顯是不同了 除了這樣之外 真的 還找到這張東西 這張東西就是 五零年剛剛踏入第二代 的一個麗園的平面 這一隻好像船的形狀 十三就是水上湖艇 剛才我說什麼飛艇 飛馬就是一、二、三 十六、十七就是露天的廣場 這一張和這一張是互相印證 是大家的位置 當然 我想是 剛才我說的是 對這個畫面的困難 那個地方就是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 砌一千粒那些困難 很容易 就是 剛才我說的 一天不行 兩天不行 三天不行 三天不行 我們也也要做好 因為顆粒可以找到 還有圖它到底是怎樣 它已經很清楚 但是麗園不同 麗園的人發覺 它的圖來講 就是第二代 都自己本身都有分別 這個 第二代的初期 第二代的後期都不同 這個是50,這個是61 即是說第二代已經差不多終結了 這個已經開始了,這代已經沒有一個湖了 已經抽乾了水 接下來的圖落到有得跟,第三代 完全不是那回事 當然多了很多現代的東西 剛才Mimi說的門口已經是一個童話的城堡 亦多了很多說劇場、珍雪流冰場、神秘寶動 以及很多機動遊戲 所以如果要去砌這個圖 他會發覺就第三代,在優德斌年代來說 他自己本身來說都不斷地變身 都不斷地把那些位置 不斷地變身,要砌他的圖其實都不容易 但是很好玩 剛才聽的過程都感受到 他會不會不斷地在不同的收藏品 慢慢地組織整個歷史 其實是一種多有趣 但又多花時間的事 那你用了多久 20年 其實20年來說都不是每天都對著他 只不過是喜歡收藏一些舊物 其實你會發覺你不會只是這麼單一、這麼專注 你也可能會有不同的題目 你也可能會有興趣 例如電影、學校 其實同時間都是我的興趣 所以你計算來說 由90年代尾 我開始拿了第一本歌曲 直至到現在來說 真是超過20年 你都用了一段時間 找了這麼多資料去 大約我們都組織到 大部分人都未必去過第一、第二代 相信現在 當你這麼努力組織完之後 再將他寫成一本書 那個過程會不會再有新的困難 還是因為你的腦裡 已經有了整個輪郭 再寫的時候 其實都很容易呢 首先我想說 第一件事 在我搜集的過程裡 是不用怎麼努力的 在你搜集的時候 是已經開始評籌 剛才的資料 還是再之後 還有最好玩的一件事 很個人的 因為你都不是跟人分享 你自己玩的 你自己在那裡組織一下 不適合又 別人是不會說你的 因為別人都不知道 你自己在那裡 在那裡 左膽右膽 左膽右膽 跟著來說 我想最難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知道一些事之後 我要去整理 變成說話這樣說 我要說出來 譬如說我要說到你明白這樣說 都不容易 何況是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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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是寫幾粒字 還要是變成一本書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還有我覺得是一個突破 其實我覺得是無憾的 因為是我第一本書 將它變成一本 可以叫做出街 我希望別人看得懂的一些書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所以遇到一個困難 真是難的 第一來說 我根本不是一個文學人 那些中文修養是不厲害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美術人 所以去咬文雀字 去雕訣 又或者使得整個蝙蝠 是比較 段落、漂亮一點 這方面來說我是沒有經驗的 但是很好玩 就是原來做到老、學到老 其實這樣才好玩 我想人生就是 到了幾十歲 到了幾十歲不等於來說 那些東西來講是不可以學的 其實不斷學 其實那才是人生 那有沒有說寫完一本書之後 由你最初可能對賴院的印象 可能不是說未去到很清晰、很具體的 但是寫完之後 你認識了整個賴院的歷史 還有一些新的想法 有啊,有新的想法 想法就是 以前覺得賴院不漂亮 印象 最記得就是我八十年代後 我進去賴院的時候 覺得很骯髒 很多水漬 痱痱痱 而那個年代來講已經有海陰公園 當然是 我又覺得這件事 我客觀地看是正常的 因為一個很大的對比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會不會再去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是 除非來說 你是偶爾為之去懷緬 否則來說 你會發覺 不是那麼多地方 是可以牽動到你 是很想進去玩 是 當然 如果你說 裡面還有那塊 拍照版的那張 那張 我一定會再發一次 是 但是 已經不是當年 當年那個賴院 又或者來說 我印象中的賴院 不是這樣 好了 那 慢慢追溯一下 賴院 由四八年 或者叫四七年 荔枝角酒店 看多些他的資料 看多些他的影像 看多些他們 每一代 那個 就是負責人 那個奮鬥 那個執著 那個 那你會發覺 不說第一、第二代 就說第三代 一粒根 一粒根 由他六二年 入主賴院 到九七年 總共三十五年 其實很厲害 能夠守賴院守了三十五年 並且你會發覺 他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包括 六十年代 包括他面對啟德遊樂場 荃灣遊樂場 青龍 海洋公園 其實來說 應該心灰意難 但是你會發覺他不是 他仍然來說 是怎樣 可能他都會覺得好玩 我猜是他都會覺得 否則沒有一個這樣的動力的話 他真的都應該 都會謝 其實是 還有他是一個很喜歡挑戰自我的人 我相信應該是 所以 與其對麗遠 與其對麗遠 跟這位人士 是多了很多的敬佩 那個的毅力 屈屈不鬧精神 是真的 不是這麼多人有的 是 是 其實看這本書的過程之中 除了看到 麗遠的變遷 其實看到那些 處理人 究竟如何面對當時 遊樂場 這個市場的挑戰 競爭 他都不斷地改善自己 是 是 除了剛才提過的藏粉 還有有沒有一些 寫書的過程 突然對他很深刻的收藏 想分享 有的 譬如說 這幅 金屬 我猜是鐵 那就是 賣廣告的 不是 例如賣廣告 是英國聯邁賣廣告 左下 右下角 什麼聯邁 大部分 都是 幾個小朋友 是在 船主木馬 玩的 然後 你就會說 有什麼證明 是鐵員 是 只是一個 遊樂場 裡面 玩船主木馬 的小朋友 是吧 當年 都 挺 受歡迎 所以 英國聯邁 就用了他 做一個 賣點 最初 我都說 是的 好像 後面太模糊 都好像 不能夠 不能夠 告訴我 究竟 他的位置 或者地方 在哪裏 又不可以 人說 就是 是 又很幸運 這一張 來講 其實我為什麼 都會要 我都會覺得很特別 賣鷹鷹鷹鷹鷹鷹 接著 就用這個 旋轉木馬 做背景 好像 不是很關 但是 好像 不是很關 之餘 我就想想 當時 買廣告 其實 目的都是 eye-catching 還有 買一些 很受人歡迎的東西 以當時來說 一定很受人歡迎 於是 我後期 找到一些照片 雖然拍得 不太好 都已經開始 拍攝的時候 可能都很暗 而且都已經開始 再久一點 變單式 這一張 其實不止一張 連其他相片 其實就在麗園 這隻馬 這個小朋友在騎著 跟這隻馬 是同一隻馬 這個 我就會覺得 嘩 真是 厲害 所以 有些時候 有些人 有些說法 說得很圓 就說 這是緣分 我 不要管它 是不是緣分 但我覺得 很棒 這樣都被我找到 一張照片 去印證這裏 是麗園 還不止 這隻馬 究竟 在哪裏 現在 是否 麗園沒有了之後 消失了 又不是 其實 2015年 開始有一個 所謂叫做新麗園 開始有一些 不同的形式 和大家見面 比如說 有些嘉年華會 有些茶餐廳 甚至有些展覽 新麗園 開始 亦都在人的眼前出現 有一次 在嘉年華會 裏面 展出了一個 叫好時江 其實是懷舊的地方 就是2015年 在一個好時江的地方 那裏展現了兩隻古董木馬 廚主木馬 其中一隻就是這隻 劍花 哇 我說 沒得聽 為何這麼巧 其實我應該拿出一張照片 這張加這張 加好時江的地方 那隻木馬 放在一起 就真是厲害了 有時來說 就是收藏一些東西 或者找一些東西 你會發覺 當然我不 我 so far 我也不信鬼神的 我也覺得 但是我不信鬼神 我不等於它不存在 我也覺得冥冥中 有些東西來講 冥冥中 但就不是我們用 我們人類的邏輯 可以理解到 究竟來講 即是 甚麼解構 可以令到 那些事情 原本好像完全不關事 將它放在一起 那 我覺得這件事 亦都像是其中一樣 而另外 也令我頗印象深刻 就是剛才我說 是 根據後期來說 就是 都很 都很努力地去 就是 令 例遠 是 迎難而想 一次一次 又是這樣 去變身 它 引入了很多 動物 引入了很多 機動遊戲 並且 並且 它是很出力的 是 怎樣 可以看得到 它是很出力的 其實我身後面 有一些 的廣告 一些海報 或者報紙的 一些全版的廣告 你都會看到 就是 80年代 90年代 它竟然來說 都可以 仍然花這一筆錢 來講 是推銷這些 所以 其實 在它的角度裏面 其實它 好像 好像它的 小子 邱達根 即現在的 麗院的一個 負責人 說的一句話 我又很同意 它們不單止是 反賣娛樂 它是反賣會 真的 它令到我們 真的有無數的會益 所以 這件事 我對於麗院來講 是 從以前 我對它 有一個負面的 一個 看法 到現在 我從另一些角度 去欣賞它 好多謝 今天兩位上的分享 如果想知道 這麼多麗院 還有什麼設施 剛才還未說到 或者有什麼珍貴的照片 或者甚至是 Tino的故事 有什麼節目 如何宣傳策略等等 這本書都會有記載 歡迎到時大家 去書店買來看